大家好,我是Stan Blackpink激素恋爱了 今天滴社突然爆料了 Blackpink激素与演员Ambion的恋爱 根据滴社报道 自称为宅女的激素 每当完成海外行程回国后 大部分时间都会待在家里 所以选择的约会地点也是这样 Ambion会亲自开车到激素的家 这次海外巡回回国后的第二天 两个人也在激素的家一起度过了 根据亲友们表示 因为激素在韩国的时间不多 所以Ambion会配合激素调整自己的形成 而对于滴社的爆料 YG娱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正式声明表示 激素与Ambion互相保有好感 正在相互了解的过程中 希望大家能给予他们温暖的支持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YG竟然承认了Cook 被拍到照片也假装不知道的YG 怎么承认了呢?好神奇 嗯?YG的宗旨不是? 是艺人的私生活我们不知道吗? 应该是本人要求承认的吧 可能是有了无法不承认的照片 以不公开为条件承认恋爱 虽然只是感觉 但看平常激素的风格 就是那种很爽快的承认的性格 两个人有焦点吗?好意外的人物 两个人蛮相配的 Ambion身材非常好又是个猛男 当然也是有谁比较可惜 谁怎么怎么了的留言 但是 在这里用留言仇秀的你们 人生是怎么了 说实话都比你们过得好 不要再自卑感爆发了 不喜欢就直接经过吧 直接经过吧 也许有很多人对Ambion不是很熟悉 Ambion在韩我算是正在上升的演员 最近刚主演了韩剧 而代表作品有 Itaewon Class My Name等 1988年出生 今年35岁的男演员 最重要的是 Ambion是釜山人 釜山男人非常有魅力 希望其次Ambion能谈一个 甜甜幸福的恋爱 23岁的江湖 为说天笑 伙伴剧 1988年期回 2001年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